好 好 好 你知道嗎 他常常罵一下窮 他以為他自己很有錢 常常罵我窮你知道嗎 只是像在剛好前到說 你很窮 你很窮 我怎麼罵你窮 是你自己每次都拿什麼LP 假的 我才說你是假的好不好 你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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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男人爭鋒吃醋 所以這部分太彎了 真的 不錯啊 他這樣演很好啊 那你演得出來嗎 好吃啦 好噁心哦 原來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對啊 夠了 我已經有感覺了 夠了 這裡太... 這裡太好真了 妳好噁心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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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給你雞皮疙瘩 多久 你看 涼涼腔啊 他喜歡帶男生 還有男生的 我跟你講 我有男性友人 假如我朋友突然理想 他喜歡帶他回家 而且還說他的腎子器官好大 他這樣跟我講 欸 幹嘛啊 幹嘛啊 對 為了女人 反目成仇 這樣只是跟我玩玩的嗎 他沒有結婚嘛 不會 何必要這樣子 何必幹嘛太認真了耶 他真的沒有上過床了吧 這破女人 他之前沒有跟你上過床 有嗎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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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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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擂台 Fire 首先歡迎我們第一位評審 潘慧如 大家好 我是慧如 第二位介紹是我們兩性作家 林翠芬小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翠芬 第三位要介紹是我們命理專家 陳冠宇先生 嗨 我陳冠宇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兩位男主角出現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林志成先生 林志成今天的委託人 而他所要控訴的 即是多年的同裝好友邱文玉 由於林志成不滿邱文玉在學校 經常嘲諷他是個同性戀 處處針對他 讓林志成再也安耐不住 心中的怒火 分而登上分手擂台 控告邱文玉 這兩位昔日的真摯好友 是否能夠遇過友情的老片 又過著再次跨下句點呢 好 再靠近你一點點 也不過是因為同班同學 本來感情非常好 但是因為很多的理念不同 所以造成他們有一次打架的現象 到現在 幾乎都不太說話了 今天來到我們分手擂台 準備把他們兩個的事件 跟大家來評評理 到底誰說誰有理呢 討論的第一個就是 他們兩個個性不合 到底哪裡個性不合 現在說 實際上看來就很很討厭 你好不懂哪裡去啊 你嘴巴毒蛇 你在客棧上 公然罵主任40分鐘 你罵他 短腿 5比5的身材比例 還罵他什麼都不是 40分鐘耶 人家是主任 堂堂的主任 你拼頭罵人家 你罵主任罵了40分鐘 會不會太過分了一點啊 沒有啊 主任開放給我罵的 我是尊重他 他叫我上去 他同意我舉手啊 他同意我上去啊 他自己也笑得很開心嘛 那沒話講 主任自認為要給人家罵一下 訓練一下他們的口才 要罵一下羊帆啊 試試看 罵就罵為什麼不行 等一下 主任是要你罵 你罵是應該的 憑什麼我要給你罵 除非我答應 來 你罵一下我看看 你以為你幾歲啊 還搞什麼死仗 你以為今天18歲嗎 看他什麼頭 毛毛頭的頭 還是 很難看你知道嗎 你們要照鏡子啊 小眼睛小不是大餅臉 你不知道你的歲月都寫在你臉上嗎 我看你喔 你給我的感覺 就是兩兩槍或死刑 一定躺在下面 狂叫那一種的 你不如去做變形手術 夠了啊 我是來給人家侮辱的啊 志成剛剛罵是講出心裡的話 沒有啦 他是亂罵的 是你實際上講的是事實 你知道嗎 他常常罵人家窮啊 他以為他自己很有錢 他常常罵我窮你知道嗎 只是讓你帶剛好前到說 念窮念窮欸 我怎麼罵你窮 是你自己每次都拿什麼LP 假的 我才說你是假的好不好 假的也不 假的也不便宜啊 哪假的幹嘛 便宜的多少 三四千嗎 那能看嗎 A級貨你多少 你懂個屁啊 你都知道多少錢 看你這自以為人家不爽 這死娘要唱的臉 那包包啊 裡面啊 稀油面紙啊 髮膠啊什麼都藝喔 什麼裡面 包包啊 包包裡面 都裝什麼東西 都裝什麼東西 稀油面紙啊 化妝油啊 還要化妝品啊 還常要補妝啊 這噁心死人了 你都有這樣子的嗎 可以把包包拿出來 可以有證物 好 你來看一下 自己看嘛 有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包包裡面明顯的看得出 女孩子的用品都有喔 化妝品啊 保養品啊 防曬的是不是啦 防曬的啊 這個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啊 有女人的 啊 這個呢 他怎麼一直丟人家的東西啦 那你想怎麼樣 那人家倒什麼手啦 蛤 他怎麼樣 鏡子在動手啦 鏡子在動手啦 我跟你講喔 他衛生習慣多餐你知道嗎 我前一個禮拜去他家 下一個禮拜去他家 尿還是沒有通 多臭你注意到 而且他內褲你知道嗎 洗完的 後面有洗就掉在一起 像滿天飛上國旗一樣啊 自己咧 自己 這皮膚的古怪又變態 他在講 他有什麼古怪呢 不知道吧 我可以叫人出來啊 有什麼人要可以 人證可以證明他有古怪的個性 我朋友 朋友叫什麼名字 如靈 如靈 好 我們的正人要出現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如靈 來 變態難第一句話 他有多變態 你們知道嗎 我們跟小六去他家做客的時候 在沙發 地上 廁所 就是收集一堆保險套 有那麼多一條嗎 顆粒狀號 更多的保險套 你也不收好 我喜歡收集各式各樣 現在有那種專賣店 有時候很多不一樣的形狀 你現在是有一百支了是不是 買那麼多保險套幹嘛 我喜歡 有一百支嗎 他超自以為的 每次我跟他出去來逛街嘛 都以為有人在看他 然後說 你知道嗎 他很喜歡在班上 就是吃那個棒棒湯嘛 很喜歡這樣子 他還吃香蕉吃 你拿香蕉一直這樣子 用一直這樣 他說 我是已經吃吃看我愛也不行嗎 吃香蕉有這麼難看嗎 非常難看 你叫他吃給你看 他這樣拿香蕉這樣子 一直嚕一直嚕 他說 告訴我們 怎麼養一個香蕉味這麼好吃呢 到底有多好吃 這就是蔡瓜的愛吃 變菜頭 不錯啊 他這樣也很好啊 那你演得出來嗎 好吃啦 好噁心喔 原來我雞皮對他都起來了 不會啊 很正常 夠啦 夠啦 我已經有感覺啦 夠了 好 鄉家環我 這拿手是AV男優好不好 每次我們在表演課的時候 他總是每一次只要坐在台階上 他就會 雙腳像那個飛車 生小孩那種姿勢 然後那邊一直動 然後手還在那邊一直放 最好是啦 那你當時怎麼演 怎麼做 就只是 這樣子趴著 就這樣躺著 不是趴著 然後這樣子 這樣蠕動 嗯 這樣子而已啊 沒怎樣 這樣叫AV男優 對喔 老師在上課 我沒那個資格演 我承認我沒資格演AV男優 老師在上課 你都沒有注意在聽 一直在演這種東西是不是 他有一次 他你知道嗎 他跟女朋友分手 然後他現在在班上哭耶 丟臉耶 丟臉嗎 不行嗎 哭有 哭辦法是不是 然後嚇到同學跟老師 男人哭法也沒聽過嗎 他自己咧 交往三四個女生嘛 還交過至少現在已經三十幾 交往三十幾個女生 對啊 我跟他每個禮拜都要換 每個禮拜要換新的 你知道他最小交四十歲 所以大家交往三十二歲 三十二歲 你都可以吃 我能耐啦 吃油去講麻糬沒聽過 他說的是事實 你交過十四歲的 我能耐 你交過十四歲的 對 你不覺得這樣是違法嗎 這違法喔 對 未成年喔 未成年少也 可是我剛剛沒有怎樣 他自己都未成年少 好 你跟他沒怎麼樣 我們兩個只常常出去玩 什麼叫兩情相願 現在要找警察來抓他啦 來啊 我又沒有上他 我又沒有怎樣 你沒上他是你在講的啊 警察也無法抓 沒人在看嘛 好 警察也無法抓 但是他爸媽會來抓 對啊 十四歲的真的不能 只能交往一下 十四歲就算了 他家跟兩個老女人在一起 一個二十九 一個三十二 還什麼 跟他一夜情的 十四歲的沒有發生事情 三十二的是二十九的 有沒有發生一夜情 一夜情一定有 都有嘛 有沒有 三十二歲還跟他在一起過 還保養過 誰保養誰 那個女的保養他 你看這個或是誰 你既然有女人要 那女的已經性機渴了 在他們眼光 三十二歲已經是個老了 對啊 老到不行的人了 太不近了喔 可是他眼光 二十九歲就算老了 我都不知道我們脆芬 心裡這樣在想什麼 對 二十九歲 三十二歲 已經老到不行了 你知道我們這些人 活在哪裡去的 是啊 我家的重點是說 他自己小白的 給他保養 他每次出去都是女生在住城的 有沒有被保養 有啊 握那條件你 那還沒有人看不上你了 好 那個女的瞎的吧 好 保養你的條件是什麼 那你的給你什麼 要陪他啊 陪他幹嘛 給你錢 晚上陪他 然後陪他出去逛街啊 還有呢 要去看電影那些啊 最後呢 上床啊 對啦 握那條件 我行 你能嗎 你自己來 你知道嗎 他根本就是零號 我們後面 他坐在後面有一個男生 是 很壯嘛 所有的零號都同性戀的 就是當女的那個叫零號 對 然後他會幫他剪指甲 然後幫他擦痘痘 然後睡覺的時候還 摸對方頭 就摸 他想這樣摸他頭 然後他這樣摸 摸他睡著了 睡著耶 喂 喂 沒禮貌 就這樣繼續啊 我啦 這幫他摸紅 我這幫他按摩好不好 按摩那兩個噁心 老實大罵說上演 斷背衫啦 斷背衫紅啊 我有看到 你在重目睽睽之下 跟男性友人接吻 有嗎 兄弟兩人現象不明 夠了 就我這裡看 這裡看也好真 小米飯嗎 我都想得心得太多 你也好噁心啊 小米飯 你已經可以撿到我們起來了 多久 你看 兩兩槍啊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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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在重目睽睽之下 跟男性友人接吻 有嗎 誰 跟誰 很多 有學長 有什麼一堆都有 我已經說過我是隱私哥 那只是借位 或是嘴巴鳴起來而已 嘴巴鳴起來 也就是沒有得頭對不對 怎麼借 如果鏡頭在這裡 現在記得 凡哥也會爆 凡哥也會爆 你也太熟了啦 你在看不起你啦 你還在笑 要怎麼在笑是不是 我靠 我很久以前碰到一隻張地 現在又來咧 我男生 好怪喔 男生這男生很怪耶 等一下 沒有言好 再一次 好 怎麼借位 你怎麼說 痛啦 這我自己太... 這也太好吃了 臭皮巴鳴 我都洗了幾乎太多了 對 他一走過來 我都張地的影子都出現了 欸 凡哥臉都紅了耶 真的 好 原來這就叫借位啦 好 你說你不是啊 那你為什麼喜歡把我朋友提包包 他是男生耶 你喜歡把他提包包 而且你看到壯的男生穿泳褲 你就一直盯著他下體看 一直看他的身材 說他真的好好 我就說他 差得很像比較 他那個很大 男生比較很正常啊 先不要講這個啦 我跟你講一個事情啦 我跟你講他常常會炫耀自己 泡的又奪陣 我今天教你這好漂亮 你教他示範一次給你看 先示範嘛 不是很厲害 老師 能不能麻煩你下來一下 有什麼問題咧 對 老師好急喔 這個就是你現在泡的對象 年齡層跟你交往的那個差不多 OK的啊 OK的 怎麼泡 怎麼田園祕語 我就不相信你有多厲害 來 請說 假如現在在舞廳嘛 對不對 啊 老師女生 我突然沒去過舞廳 沒有去過舞廳 沒關係 假設一下 小舞 沒關係有台妹而已 老師 那個妳是 沒有去過舞廳 他講我跳舞 老師妳去公園吧 對 感覺上老師好像 已經參加過八家將的演出 他很醜知道嗎 他從在動 你必順 他在泡我耶 你安靜一點吧 你會泡你了 噁心 你當囚子就好了 不要講話 來 預備 開始 不會啊 我健全很好 你的臉有點出油 真的喔 我沒有面子耶 真的喔 我沒有衣服 不要害羞啦 對啊 就放開一點嘛 對不對 這樣子喔 對 可是我覺得怪怪的耶 不會啊 大家就這樣子啊 嗯 對 放鬆一點 好啦 對啊 就這樣子嘛 這樣就這樣 對啊 今天晚上 我快要不行了 帆哥 好 很厲害耶 我也怪怪的 所以只有你怪怪的 你的快要不行是說 我 我是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你是 快要倒了 我是說他很厲害喔 他很懂得女人的心力 是 老師口水擦一下 他真的懂得女人的心力 是 我剛剛看了 你真的有點羞涩的喔 對啊 你不曉得 我也很害羞的 不過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會泡妞耶 老師電話留一下 他真的要留一下 誰要跟你啊 好 謝謝文貴老師 謝謝 他人生哲學就是 一夜停下來有錢 然後長得怎樣都沒感覺 你真的會喜歡任何一個女生 有時候感覺對了 只要她有錢 你就會跟她交往 她男的也要 對 男的也要 男的也可以 真的 你給她摸 一定知道她是gay 好 摸到我有感覺的話 我就證明她是 好噁心喔 來跟你七皮疙瘩 帶我們起 多少 你看 兩兩槍啊 是比較快啦 男女都是衝刺的 你剛剛摸我的 真的有感覺耶 對 你也是gay吧 你少給我廢話 我不是 我要跟你講幾次了 你問我事的話 我自己又出來承認 不用你幫我介紹 還要我講嗎 我記得你也有一次跟我講 說你國二的時候 有一個網球老師 你家什麼羽球隊 然後那個教練對你很好 對他很好 然後帶他去逛街 買衣服 什麼都是他附的 教練附的 他就不是gay 然後那個什麼 學校有下午過 而且那老師是男生就對了 對啊 人家對我好不行嗎 你吃醋啊 你知道嗎 看我朋友 我朋友啊 他看到他 會當街擁抱他耶 看到你的朋友會擁抱 對 我有證人 男生 女生 男生 他看到你的男朋友 男生的朋友 對 他會想抱他 會衝上去擁抱他 加到後面那個男生 那個李小出來 沒關係 我有證人 你有證人 對 叫什麼名字 邱青 邱青 陳邱青 來 陳邱青 來 正人出現 來 陳邱青 哇 很帥耶 你還說沒有 你最近7分 我之前有在上班的時候 常常看你 帶男生來買東西啊 還問說要吃什麼 還說你不是gay 買東西有怎樣嗎 外面買什麼 還站在那邊手牽手 老公你要吃什麼 他曾經對方老公 對啊 那是因為最近斷被上比較 比較紅啊 比較紅 你也想學吧 最好啦 是你想學吧 還在那邊講 沒有女朋友 還跟大家說 我有好多好多女朋友啊 每次我問你說 欸 女朋友咧 唉唷 那麼多人在說哪一個 結果我真正問他別人問他說 我沒有女朋友啊 我自己打自己巴掌 什麼自己打自己巴掌 好笑 討盾 我覺得女生多 我還有女朋友跟你講 所以邱青現在出證 就是告訴我們就是說 他在7-11 他操上的時候看過這層 志成 跟男生在一起過 而且他喜歡帶男生 還有帶那個男性友人 叫我朋友出來 李翔 他喜歡帶他回家 而且還說他的生殖器官好大 他這樣跟我講 什麼很大 生殖器官 說誰的生殖器官大 那個人的生殖器官 你叫他出來 我最好是有這樣講啦 好 你要介紹是李翔 我的當事人 李翔 好 當事人的李翔 來 李翔這邊出場 來 出場一下 欸 幹嘛 幹嘛 來 李翔 來 你過來一下 李翔 你來告訴我們 我剛剛看得出來你很生氣的 你走出來就要準備要打人 他是我的朋友 那你要搞你幹嘛 幹嘛不找人 幹嘛搞他 誰是你朋友 你認識我幾年了 你認識我幾年了 我剛才認識他們的小 那你為什麼後來才認識他 剛剛那麼好 你拿你 居然你直接還他幾下 你有什麼事情都叫我去 學校幫你有沒有 他也是一樣啊 我先可以認識他後來才認識 你應該對我比較好 我幹嘛兩個都一樣啊 我跟你多久 你爸跟我爸那麼好 快點我爸對你爸爸 那對啦 不代表說兩個就有問題 OK 他後來雖然好把我忍略掉 忽略掉耶 怎麼叫忍略 自己自己態度不好吧 你態度還不好 忽略自己噁心難 誰噁心難自己耶 好 你知道嗎 除了李翔 好 現在李翔講了 澄清的我相信 他常常在我們班上 男生吃過東西喔 就那個很重要的男生 他會一直前那地方說 那個地方好 那個東西好好吃 好吃 其實這樣男生吃過東西 他會一直舔那個地方 一直舔 他說好好吃 我最好是一直舔啊 好 所以有很多動作 都是志誠所做的一些動作 讓我們這個文藝覺得說 他真的有同性的傾向 而且李翔 可能本來跟文藝比較好 那現在慢慢的跟志誠會比較好 你不用怎樣講 你就拿嘛 你就把證物拿出來 看有沒有拿你 穿紙紙紙紙 好 但是我們有志誠 你可能是聽 怎樣 你雙心你要跟妳講別人 說穿了是不是兩個人 其實都有 對 說不定呢 文藝跟志誠 本來之前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彼此之間都很 就是很喜歡對方 所以當可能志誠 跟別人比較好的時候 文藝就開始嫉妒 然後文藝跟別人比較好的時候 志誠也開始嫉妒之間 就是有吃素的現象 對 好 翠芬老師 我對他們兩個共同的不滿 就是他們不斷的侮辱同性戀者 我覺得他們兩個其實這樣很不好 讓兩個都有同性戀者 譬如說被吸引啦 或是很多這樣的行為 可是不要一直侮辱同性戀者 如果他們搞不清楚自己的現象 其實這邊有個方式 可以讓他們分別 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戀 從哪裡可以分別 第一個 晚上睡覺的時候有沒有做春夢 如果你曾經做過春夢的對象 是同性的話 比例還蠻高的 第二個你常常會被同性吸引 然後會想跟同性有發生性關係的話 如果有這三個指標 其實自己是不是同性戀的那個傾向 還蠻明確的 所以不要再吵了 回去看看有沒有這三個行為指標 好不好 好 這個就是兩位當事者 在我們老師說的這些話當中裡面 務必要把它聽進去 然後苦口婆心的跟你們講說 你們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就是你們來上節目的目的 讓老師來解脫你們之間的問題 先謝謝我們三位 老師 謝謝 到底是不是同性戀 在這一點當中裡面 他們自己心裡最清楚了 他們真正為什麼 感情到今天 好朋友最後要分開的原因 最後認為對方已經不是朋友 就是因為兩個男生同時喜歡過 一個女生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讓文宇 來 先告訴大家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讓你們兩個朋友做不下去的原因 是什麼 來 你幹嘛搶我女朋友 沒有搶她 搶妳的女朋友 妳的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佩佩 佩佩 有沒有佩佩這個人 有 有 好 請開始 我看到你們兩個在歌樓裡面 機吻 為了女人 反目成仇 她會自己穿著那種掉袋 然後叫我跟她拚大肚 她算了 她會穿著女裝出門 真的受不了她 妳在笑什麼啦 妳在笑什麼啦 妳幹嘛說的沒有嗎 妳在笑什麼 就那麼變態好不好 妳懂不懂情趣啊 這才有情趣 妳懂嗎 拜託男生穿成這樣子 誰對妳會有興趣啊 妳要這麼爛 什麼叫爛 說兵妳爛啦 妳說 妳說志成沒有 她志成沒有跟妳上過床 有啊 不是 幹 幹嘛幹嘛 媽頭女朋友 不要 會要命啊 大家 妳們兩個在歌樓裡面 妳自己不一樣嗎 我那時候我是被她騙的 我怎麼知道 我一直以為她跟你分手 我都有跟她在一起的 沒辦法 好 等一下 我先離清一下這個狀況 妳的意思是說 撇撇以前是妳的女朋友 是 跟妳在一起的同時 是 也跟我們志成在一起 後來 甚至在閣樓上面 後來 對 在閣樓上面接吻 親眼目睹 親眼目睹 對 有這種事嗎 有啊 那時候我以為她跟她分手 你以為她跟她分手 佩佩跟她分手 佩佩跟我講的 她自己不是一樣 那時候我跟她分手 她跟你哥說要跟我在一起 妳還跟她牽手 她是我女朋友啊 可是她那時候跟我在一起的 我是正牌的 她先跟我在一起 可是她跟我有講過 妳這樣子傷害到我了 這樣子可能連朋友都說不成 我想這樣子嗎 她在問妳自己啊 是她自己騙我的 我以為一直一直以為 她跟你分手 一個願打 一個願愛 一個同伴 我也想 所以妳最受不了原因 是佩佩跟妳在一起過後 竟然跟妳最好的朋友 志成又在一起是不是 對 是讓妳的犯賤 什麼 妳不能罵妳什麼犯賤 妳自己也愛 對 我很愛她 我一直很喜歡 很喜歡她 可是我怎麼知道 我一直以為 我跟她可以很長久 誰知道妳會出來 我只一直以為 妳們一直分 妳才是第三者好不好 我一直以為妳們分手 妳才是第三者 妳以為我想把事情 搞成這樣子嗎 問妳自己啊 我已經被妳傷害得很深了 好 什麼傷害深 來 說出妳當時的感覺 來 當我發現的時候 我不能相信 妳是我最好的朋友耶 大信 好不好 妳是我最好的朋友 結果沒想到 第三者無所謂 結果沒想到 既然是妳 妳知道那時候行中有多怒 多怨恨嗎 到現在一輩子 不可能會消的 那時候 為什麼妳要把手機給她看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女的 我會跟她認識 是因為她 我手機 她和我手機的電話 她那女的 自己在找我的 自己在找我的 妳說霈霈主動去找妳的 對 她騙我說 她跟她分手 好 那霈霈跟你在一起 有沒有跟妳說分手以後 才跟她在一起 沒有 沒有 妳知道霈霈跟她沒有分手 就跟你在一起嗎 妳不曉得 妳以為霈霈說 我一直以為她已經分手了 已經跟她分手了 已經扯關係了 所以妳認為霈霈有沒有愛過妳 有沒有愛過妳 我只知道我很愛她 妳很愛她 愛個屁喔 我真的很愛她 搶人家的女朋友還愛 愛什麼愛 就隨便找個母狗來愛 母狗啦 現在說什麼 妳找我女朋友 哪天我搶妳女朋友 妳不會兇嗎 我請問妳 她自己跟我講說 妳們已經分手了 她講了就信 妳也吃辣辯 她的意思就說 我們不要做 她是我的女朋友耶 等一下是她平常的女朋友耶 她是我的女朋友耶 我們這樣子好了 既然說到霈霈這個人 今天我就來介紹 讓霈霈來說個公道 到底在當中裡面 到底三角襲堤當中 誰錯了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張霈霈 好 張霈霈 你好 來 好 妳就是他們所說的女主角 張霈霈 對 好 霈霈 妳能不能告訴我們 當時是怎麼樣的情形呢 沒有啊 就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難怪娶女為家 每個人都有交朋友的權利嘛 對 那一開始妳是跟文玉在一起 對 那交往多久 交往 有一段時間 是多久 多久妳都不記得啊 好幾年的耶 這段拐期那麼容易都忘記啊 這樣算什麼 妳要說什麼啊 講話要客氣一點齁 她女的耶 妳該不是要罵她妳閉嘴 沒有這個講話 好 所以妳們交往了幾年 為了什麼原因而分手 有沒有分手 還是說在還沒有分手的時候 就跟志成在一起 因為我受不了她 她很變態 怎麼變態 她會跟我玩SM 真的很變態 她會把妳綁起來 不是 她會自己穿著那種吊帶襪 然後叫我跟她滴蠟燭 那她算了 然後穿著女裝出門 真的受不了她 妳是說 她希望妳跟她做SM的動作 對 玩她自己穿吊帶襪 對 請妳幫她滴蠟燭 對 妳只是做那個動作而已 不是她把妳綁起來那種 沒有啦 妳敢說沒有嗎 妳在羞什麼 妳在羞什麼 妳敢說沒有嗎 妳在羞什麼 妳在羞變態 妳動不動情趣 這才有情趣 拜託男生穿成這樣子 誰對妳會有興趣 這像什麼 是不是男人 沒有興趣妳也常來我家 妳也常來 妳這樣算男人嗎 幾乎每個晚上都來 妳羞什麼 妳必須 妳必須 妳不要吵妳更落落 唱什麼男人 我怎樣 誰 誰是愛哭鬼 她 她愛哭 她在一起 只要貼一小哭 然後動不動就說 妳拜託妳在哪裡 妳回來好不好 妳在哪裡 確實妳趕快回來 像什麼 那又表示她愛妳 她娘好不好 我怎麼愛妳 那妳為什麼要這樣這樣對我 怎樣啦 妳知道啊 我跟妳分手那一天 我三天三夜沒吃飯耶 我一直打電話一直沒接 那是妳的事情啦 我沒有叫妳不要啊 是妳自己要這樣子的啊 動不動哭 動不動哭 像什麼啊 妳這樣像男人嗎 妳真的愛過裴裴 所以妳曾經為了她而哭 對 是因為分手的時候哭嗎 為什麼後來分手 來怎麼分手 妳們為什麼分手 事情曝光了 事情曝光了 我怎麼知道她會騙我 她怎麼騙妳 就她 就妳是賤男人 妳第三層妳沒有資格罵 有賤男人喔 請問妳為什麼 妳在時候不跟她撇乾淨呢 妳為什麼不跟她撇乾淨 妳們兩個 我們兩個之前都在一起啊 是我應該問妳 為什麼不跟她撇乾淨 妳也知道我跟她是朋友啊 那時候為什麼要騙我呢 騙妳又怎麼樣 大家沒有結婚嘛 好玩就好嘛 好玩 妳現在把我感情大惡性 這是要破女人 好玩就好玩 什麼叫好玩 現在還是要妳那個破 什麼叫破 該不說嗎 妳現在騙我 騙妳什麼 我一直被妳摸在鼓裡 妳閉嘴 還閉嘴 好 佩佩妳認定 之前覺得妳有變到感情 有嗎 還是妳真的覺得 男女之間還沒有結婚 然後可以付出都假的嗎 真的就玩完就好了嗎 妳知道這只是跟我玩完的嗎 她沒有結婚嘛 對不對 何必要這樣子 何必幹嘛太認真耶 誰想跟愛哭爸在一起啊 何必要這樣子 何必要這樣子 那妳想到妳這種變態的男人在一起啊 佩佩跟我在一起好幾年了啊 可是妳怎樣 她也能忍受怎麼樣 妳超級大變態啊 喜歡玩SM 妳想要嗎 還不想要耶 好 已經隔街對罵了 好 為什麼佩佩妳要跟 維宇離開以後 就覺得說 跟志成其實朋友也是玩完就可以 男女之間沒有這麼問題就對了 即使上床了也是一種 只是感情上的一個 並沒有真正的是說 會對她有一種負責任的感覺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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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她個人沒有上過床了吧 妳跟她上過床 妳跟她上過床 這麼懦弱 妳還這麼爛 什麼叫爛 妳怎麼逼妳爛啊 妳說 妳說志成沒有 她志成沒有跟你上過床 有啊 那妳跟我說沒有 妳說沒有耶 我跟妳講 這樣子到底是很可憐的 當然要講啊 對啊 我跟她跟妳講 妳問我跟她事情 之後被抗屍喔 我都跟妳講全部了 妳為什麼不坦白呢 大家都坦白啊 妳為什麼不坦白呢 我跟她坦白 妳當時為什麼跟她講 沒有上過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我一直看她分手 不想讓她傷心嘛 說到妳的 妳已經被甩了啊 我一直 剛剛春姐知道我跟她在一起 那其實有完全好 那為什麼妳來找我呢 是不是有這種心態 妳自己講 妳剛剛春姐知道我跟她在一起嗎 妳幹嘛推她 我被妳玩假的是不是 妳這樣玩假的 凡哥 妳跟妳的 妳的 不能再動手動腳了喔 其實我一直知道妳件事 只是我不想講 我一直冷在心裡 不想講出來 妳說出來 今天霈霈出來 對 霈霈出來妳講 我請我當事人出來 請啊 妳先把這個事情先講好 妳當時 妳跟她 妳心裡有沒有愧疚 妳對不起文宇 因為妳搶了她女朋友 我一直以為她跟她分手 一直以為 所以妳到底氣她 氣她就說 因為她搶了妳女朋友 對 妳到底有多生氣當時 非常生氣 我真的很想要把妳 妳以為我想為妳這個女人 來破壞我們的情誼嗎 有看妳是很高興吧 妳們幾吻的時候 我看妳多開心啊 阿文自己的女朋友 誰都開心啊 妳閉嘴妹的事 妳自己回想一下妳在畫面 我看了 性多痛 妳們在隔頭上面幾吻欸 妳還算半功在什麼 我講得清楚 我一直以為跟她分手 妳聽不懂是不是 對 我聽不懂 被妳傷害到 聽不懂了 妳高興了嗎 什麼都不重要了 朋友不必當 妳說她這樣子 誰害的 妳就好啊 妳就公車女咧 什麼叫公車女 妳聽什麼講 妳自己有男朋友嗎 妳自己也講嘛 妳自己男朋友不好就好了 吵什麼吵啦 叫什麼叫 妳自己女朋友不好啊 怎樣 我有本事妳可以嗎 妳可以嗎 妳還沒本事欸 妳可以嗎 叫我的叫啦 老處女 不是老處女 妳自己咧 什麼叫爛交 什麼叫爛交 我好條件啊 不是好條件 拿出來嘛 幹嘛要拿出來 要拿出來OK啊 妳可能還沒有資格咧 妳可能還拿不出來咧 好 所以這個時候裴裴 來裴裴來告訴我們 跟她交往當初裡面 妳自己有沒有錯誤 跟妳跟她交往當初是正確的 妳後來還沒有跟她離開的時候 就跟她交往有沒有錯誤 妳自己認為那只是一個朋友相處而已 如果她沒有心的話 我也不可能會出軌 是嗎 妳如果沒有心的話 她也不會出軌喔 所以妳是有心的 可是她真的愛妳啊 可是她也知道我跟她是朋友啊 她曾經為妳的哭泣啊 妳跟她分手之後 她也曾經為我哭過啊 那妳朋友之間沒有什麼哭不哭的 一定會哭的啊 那當初她如果沒有那個心的話 她為什麼會跟我在一起 不是嗎 那是妳自己啊 妳連錢朋友都沒有跟從 妳憑什麼再來打另外一個 那再不要妳這樣 我們兩個在一起的 那所以妳自己先找的耶 妳找小朋友耶 我喜歡 妳有本事嗎 我才沒現在那麼看 我可以啊 妳可以嗎 對 我沒有辦法 妳可以嗎 我沒有辦法 我超正常的 妳哪裡正常 我不覺得妳正常耶 我不覺得妳正常耶 妳哪裡正常啊 妳就公車女 比計車女還要厲害耶 跟男人上床 妳就是賤女人 就是公車女 那妳呢 妳沒有跟男人上過床嗎 有了 至少我們是 什麼叫有 什麼叫從一合中 這次人現在跪離又哭了 真的沒有想到那麼賤 什麼叫劍 好 那妳跟志成在一起 妳又把他甩了 為什麼又把 又跟他分手 因為他很涼啊 每次出去都哭哭哭 朝下也哭 妳就像這樣子 這樣像男人嗎 拜託 這樣像什麼 沒有 妳說什麼 沒幫妳嗎 哭什麼啊 妳是不是男人啊 妳穿褲子 妳不是穿裙子的耶 哭什麼啊 妳懂不懂什麼叫用情很深 什麼叫用情很深 才站在一起多久而已 妳不是很像張愛角度很深嗎 她站在一起多久 妳真的很爛耶 妳這樣子對我對嗎 她還在一起更久耶 好幾年耶 久又怎樣 我一直以為妳 我跟妳 我是玩真的 我甘姐跟我講說 其實 她一直跟我講說 妳很多男人 跟妳在一起 常常跟妳出門 我一直都不想相信 妳有甘姐要出來作證 對 就是說證明 就是說妳到時候 妳當時跟她分開 她覺得妳愛哭 妳絕對不是 是因為她有很多男朋友 我們志成的甘姐 叫做賴春蘭 來 賴春蘭 好 這是我們這個春蘭的甘姐 來 甘姐 當時是怎麼樣的情形 妳為什麼認定 她有很多男朋友 來 因為我跟我的朋友 常常逛街嘛 然後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看她就跟一個男生 有說有笑的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不想打電話給志成 因為我怕她會難過 然後 結果事後就跟他們走 結果他們就去手牽手 然後很肉麻就對了 反正就很肉麻 後來我就很生氣 我就回家了 我去找志成 我一直勸她說 唉唷妳不要這樣子 一直跟裴裴在一起 妳用情那麼深 她真的是很爛 裴裴有一次什麼話要說 什麼叫爛 爛七八糟的 你為什麼要跟你手牽手 妳竟然跟她追擊妳為什麼 那我過馬路可以手牽手 幹什麼 妳做什麼 妳做到海鮮 妳做什麼 妳為什麼要這樣一直騙她呢 我沒有騙她啊 妳為什麼不跟我講 我可以再做嗎 我可以再做嗎 所以這一切都是妳啦 我怎麼樣 妳不能感情鑽一點嗎 我感情好鑽啊 一個換一個嗎 妳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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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她的事情嗎 什麼叫她的事情 不關妳的事 什麼叫三個人的事 也不關妳的事 為什麼不關我的事 妳不是當事的 我們是好朋友 有關我的事吧 閉嘴 那我們就不關好朋友嗎 好好跟節的事 我是她姊姊 那要怎樣 妳媽人家過 妳自己當初做過 我做過什麼 妳講什麼 我探夾雜坡 不是 我探夾雜坡 妳讓妳看過了 我朋友跟我講的 妳要講什麼 笑死人了 妳探夾雜坡 妳不要探夾雜坡 我幹姐妳還罵 妳什麼事 妳幹嘛 媽的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很中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妳看過分了妳 霉霉妳有沒有覺得 這個問題整個是 因為妳造成的 讓他們朋友當不成 就好朋友嘛 好朋友 幹嘛繞成這樣子 對啊 妳現在在哭什麼 難道她心理受傷 傷害不大嗎 難道我們比較小 又受傷就不大嗎 現在在那邊受傷最大 心理受傷 最難過的是她吧 妳們好像長成這樣 為什麼不說 是這個女人造成的 妳幹嘛不說 我說把她的名字 我們兩個在一起 妳要再演了 妳再講不聽 妳看吧 這麼爛的女人 妳有什麼爛女朋友行的 好 不要那麼好幹嘛 最後 我們讓 來 志誠 妳有什麼話最後 我覺得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妳有什麼話要跟佩佩說 妳說 來 妳來說 我知道 我常常在妳面前哭來哭去 但是妳知道我 妳以為我想嗎 我真的很愛妳 妳可以向男人一點嗎 妳可以向男人一點嗎 妳要這樣子好不好 妳現在正心已經被妳 妳要鼓妳知道嗎 妳現在要這樣對我 來上台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吧 是妳們希望這樣子的啊 不是嗎 是妳們這樣希望的啊 妳們以為這邊很光榮嗎 並沒有耶 好 好 文宇一定不錯話要跟佩佩說有沒有 不過你願意回頭 我會不會回 如果你願意回頭 文宇要等妳回來 佩佩有沒有機會 沒有啊 為什麼 沒有回頭的空間嗎 都過去了 妳絕對不會再回頭了 不可能 不可能的 現在文宇 佩佩告訴妳不可能了 還沒什麼話要說 我會一直等妳下去 她一直等妳下去 好 謝謝佩佩辛苦妳了齁 我來幫我們做這麼大的一個證人齁 好 在這一段我們第三回合當中裡面 大家都辛苦了 我們覺得要讓大家冷靜一下 這個時候他們把情感全部都抒發出來了齁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兩個人就為了一個佩佩 但是佩佩的個性 跟大家與眾不同齁 心裡想著說 其實 男男女女還沒有結婚以前 舊式做做朋友玩一玩又怎樣呢 來 兩組先休息一下 來休息一下 謝謝齁 謝謝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又要回到我們的評審了齁 三位評審 剛剛看來這一條真的 無沙沙啦齁 好 翠芬來 佩佩在處理感情上頭 的確有一些瑕疵在 這三角席題當中裡面 佩佩是不是很重大的一個關鍵 我覺得是 她的問題也蠻大的齁 對 我覺得她對感情不夠誠實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文宇的話 不喜歡她做SM的話 你應該要 跟她講 對 你應該先跟她溝通 但是她離開的方式 就是可能可以更好一點 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會比較好 清楚一點 要清楚的離開再跟志誠在一起 對 然後不要 後來又回到文宇的身邊 那這樣的確會讓兩邊的那個衝突更大 那我會覺得說像志誠她 她一直說 陪陪騙騙她 陪陪騙騙她 可是如果他們養個原來是那麼好的朋友 難道你不會去關心一下朋友說 那段感情還好嗎 還存在嗎 現在進行的怎麼樣了 對 然後再進行你的下一段感情 因為你好像就一直覺得 她騙我啊 她騙我 好像幫你自己找到一個很合理化的借口 跟理由 可是有時候在兩性之間呢 男女之間有時候控制不了那麼多 尤其他們年輕又這麼衝動 真的發生了一段感情的時候 發生一下肉體的一個接觸了以後 其實那個感情就會繼續走下去 所以錯綜複雜 但至少你要欠對方一個道歉 你要跟她說 我覺得我真的對不起你 在這件事情上頭 我覺得很抱歉 是 我覺得如果她願意說一個道歉的話 至少文育心情會好過一些吧 喔 就差這個道歉喔 對 好 我們的慧如 人家說 對 偶爾一次沒關係 就是不可以 對 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就算今天 如果珮珮跟你講說 她已經跟文育分手 如果你是她朋友 你應該先去問清楚說 對 你們是不是真的已經分手了 好 就算他們兩個真的分手 你們要在一起的話 也不應該是馬上一分手就在一起 因為朋友會感覺 你是我很好朋友 為什麼我一直跟她分手 你就跟我 那你 最好的朋友 你是不是其實根本就在等著我們兩個分手 希望有一天然後馬上就可以 對 我覺得 就這件事情來講 我覺得志成就比較吃虧 因為畢竟文育實現跟佩佩在一起 好 所以事情佩佩是跟文育在一起 在跟志成 所以其實 就是這個志成就比較吃虧一點點 對 但我們發覺這女生呢 完全就說 聽她講的口聞裡面 好像比較沒有包容性 每一個男朋友所交往的都有問題 她都覺得有問題 她不會去諒解或是甚至說去 去跟她講說這個對錯的 是非的分明 我要再繼續交往 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生 其實要做一點自我反省 所以老師說 妳自己覺得沒有問題 妳本身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說得好 好 說得好 說得沒有 說得呱呱叫 好 這個時候 我們要請雙方出來 真情告白 其實他們已經冷靜了一下下以後 當事人冷靜了 休息了 剛剛的爭吵也曾過去了 我們最重要是希望能夠 大家朋友能夠做得成 如果做得不成 也能夠永遠是心中的一個好的朋友 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這一生當中 才不造成很大的遺憾 這時候雙方冷靜了 我們請他來 兩位來真情告白一段 來講一講 對方出了不好的地方 那有沒有好的是什麼呢 兩位當事人請出台 來 好 我們的文玉 以及我們的志成 來歡迎你們兩位 剛剛也吵過 也翻臉過 兩位也哭過 這個時候真情告白很重要 有什麼話 內心的話 不是檯面上的話 內心的話 要面對我們的文玉 文玉要面對我們的志成 有什麼話 我們讓志成先來說 來 有什麼話要對文玉說 來 請開始 我覺得 我們剛剛吵的前面都是小事 我也不想跟你翻臉 你認識兩年了 雖然有時候 非常不愉快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嗎 我沒有快樂過 我真的不想失去我們 就算友誼 因為認識就是有緣 我真的不知道裴裴會這樣 我會 我成了我錯了 我沒有把事情搞清楚 才會把事情鬧成這樣子 我現在跟你講對不起 好 終於我們聽到 剛剛評審團在說 道歉的這句話務必要說 真的聽到對不起三個字的齁 外面話 好 來 文玉 有什麼話 聽到了對不起以後 有什麼話 要跟志成說 我知道你很好 很多方面 都有進到做朋友的本分 但是 唯獨裴裴這方面 沒辦法 雖然你說我對不起 還是沒辦法接受 一輩子 因為我真的很愛裴裴 所以 你把你的對不起收回 我沒辦法收下 簡單講 一個說了對不起 一個說 我永遠無法原諒你齁 好 在真情告白這段當中裡面 我們就要進行我們最後的 最後的抉擇 兩位 到底能不能以後繼續成為好朋友 還是從此因為佩佩的關係 從此兩個人就分道揚鑣 連朋友都沒有的做 甚至在我們心中裡面畫下一道痕跡呢 我們最後抉擇來計時開始 好 時間到我們的志成 文藝 請 抉擇 志成與文藝 將會如何抉擇呢 你有怨恨假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情侶夫妻婆媳還是老闆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炒不同壞 看是要再續全員言歸與好 還是分道揚鑣說聲拜拜 報名專線請播 0277063888 分手雷台 好 時間到我們的志成文藝 請抉擇 請抉擇 好 既然你不接受我的道歉 如果下輩子還有緣 我們再當朋友吧 要擬酒費 沒有 給我這種朋友也罷 沒有你這種朋友也罷 沒有你這種朋友也罷 当然这种结局 不是我们节目所需求 所需要的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好朋友 永远可以做成好朋友 难得这么多年的相处 可是这个最重要是 我们让大家看得出 我们分手的一台 分手也好 如果不分手也好 因为分手的时候 可以让人家 让自己能够学习 人生的一种经历 那如果不分手 永远成为好朋友 能够多包容的一颗心 那当然是更好 今天我们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谢谢我们三位评审 谢谢 好 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 分手这一台